《習近平日前,在河南省南陽市考察期間,提出了人民就是江山等奇葩說詞, 僅接著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在5月16日出版的新一期雜誌上刊發習近平救民, 也是對江山大港突港。外界嘲笑,習近平意圖借中共完成自己的江山永續夢,野心已經若然紫上。 據官媒,習近平5月13日下午在南陽市、西村縣九重鎮周莊村與村民周身交談時說, 人民就是江山,我們共產黨打江山,守江山,都是為了人民幸福,守的是人民的心。 這個話一出,網上掀起了嘲諷潮,不少人翻出了中共地方官員、警察、城管勾打百姓的報導、視頻。 評論說,原來這都是共產黨在打江山。 嘲諷的話音未落,求是又發表了習近平的文章,用好紅色資源,傳承好紅色基因,將紅色江山世世代代傳下去。 名為新聞,實際是將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後四處考察時發表的紅色言論,摘抄會摘。 特別議定的題目長達25字,傳遞出中共紅色江山代代傳的企圖, 被歸入中共外宣系統的海外中文媒體說,習近平作為中共的最高領導者,頻繁提及江山一次也在說中共和中國和中國人民的關係。 曾被中共帶來打擊和威脅的前美國總統川普曾明確察分中共、中國和中國人民。 以時任國務卿蓬佩奧為代表的美國政界高層,曾強調美中衝突只是美國和中共的衝突,被指擊中中共死亡,當然也引起了北京強烈的不滿。 現在,透過了一口氣的習近平趕向中共建黨八年及中共二十大前, 試圖通過一次次公開強調江山來進一步捆綁中共和中國、中國人民的關係, 觸緊手中的人質,鞏固中共統治地位,謀求長期掌權。 另外,觀察人士也認為,習近平強調江山曝光了他的帝王夢。 多謝您收睇這次時局新聞,喜歡我們的節目,歡迎訂閱、點讚和留言,再會。